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到这个心扶寮农场 然后呢因为今天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毕业典礼 然后他们毕业典礼没办法办在室内嘛 然后就想说带小朋友来玩一天 那家长我今天也把我工作都排掉了 然后就跟小孩一起来这个算是毕业的旅行跟毕业典礼吧 那等一下带大家进去看这里面是怎么样 那过程我不会去拍到其他的小朋友 因为要稍微保密一下说其他人的隐私这样子 高牌的路口已经走进来 稍微要走一段路 然后会经过一些人的家里 好,那我们只要拍到你这样的门牌 那其实我一直应该以为说会蛮热的 其实好像也还好 因为可能这边稍微有一点山区吧 不过现在也还早才早上九点而已 我看应该等一下大概十点十一点的画天气就非常的热 那如果我觉得这里是秋天啊 或者是说那个春天的时候来应该会是蛮蛮不错的 然后这里面的环境还不错 那经过一片竹林 竹林我还是又想要日本的 但是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去日本玩吧 到了门口了 这个是心服寮农场 它这边有一个盘子 还蛮不错的这里面有一些玩的东西 绳索类的啊这种 因为等一下好像是说老师啊会带小朋友啊 还有他们的导覽人员 然后会带他们来玩这些探险类的 哇,这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棒的地球 横竞真的很不错耶 这是人家一个工具间 然后接房子啊 嗯,这个地方值得推荐大家来哦 然后关于这个部分啊 其实最近啊我们学校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好的消息 就是说呢 他们学校呢 原本是个私幼嘛 那淡水的私幼的话 其实我觉得 价格上面已经是 就是他们的学费来说 是蛮便宜的 就已经是比我朋友啊 很多同学 在台北市啊一些 哇,私幼啊 私幼啊 便宜非常的多了 他们可能一个月平均算下来的 两万多块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私幼的话 呃,就像什么比较贵的啊 什么和家人啊 或什么的那些可能就 呃,算下一个月 一万五以上 一万五、两万 就是有稍微便宜一点 而且环境也比较好 然后呢 呃,我们的幼稚园是 也没有比较便宜一点点 然后呢 最近他就转成了 那个准公用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月呢 原本从一万出 然后变成了 呃,一个月只要 缴差不多两千多块而已 呃,刚刚跟大家聊到说 那个关于是 呃,转公用 那转公用的话 因为他们学校的最近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然后 呃,说停课就停课 那这一个部分 其实他们 就是对家长啊 对学校来说 都是蛮伤的 所以呢 他们决定说 不然就是去转成那个 转公用的部分 其实这样子一个月的学费呢 就是少了 哇,非常的多 我们两个小孩 对,我刚刚说过一个人 呃,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 我们就要支付两万多 那可能对于 在台北市来说 这个价钱 真的是为一个人的价钱 就是我们 觉得,诶,这就是蛮多 那当然我 我女儿现在今天这个事 算是毕业了 那 接下来会轻松一点 不用一个月 支付到这么多的 学费了这样子 等一下吼 我再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 这附近的环境啊 那目前来说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有点惊艳 因为我通常啊 假日啊 往外跑啊 我都不会选择在淡水附近 因为淡水 呃,你自己会觉得说 可能 呃,那就是老街啊 然后那些地方 其实在这个 三四的站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些 呃,好玩的 比如说咖啡厅啊 还是一些农场 农场蛮多的 那我都没有跑 我看那今天跑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 我可能接下来呢 会为大家多介绍一些 那我可能 不然之后 我会拍成一些影片 让大家看这样子 这边是它一个用餐的地方 然后不知道是有餐点 还是有一些 呃,比如说控头油啊 还是什么一些活动啊 啊,环境蛮舒适的 而且一走进来 这个地方 还蛮凉快的 诶,那边有一栋 以前非常 知名的一个建筑物 记得它好像还蛮 卖的蛮贵的 很高啊 这个在山里面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厨房啊 可以习惯洗的地方 啊,这是大锅子 所以可以煮那种 诶,大锅槽的东西 一些东西 厨房设备 集电啊 哇,现在9点半 盆浸真的很不错 好,现在他们是要 准备要去那个爬山了 那我们等下来跟着去 那他就是我们也就 不带水 然后帽子也不带 因为 招乱人员呢 他就说 因为我们等下怎么会 把那个 呃,脚板要玩的时候 头板会弄得很稀 这样子 所以呢,等一下啊 就会流非常的多汗 大概也要不出来的 那等一下我们 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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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小孩看一下 那是什么东西 来看一下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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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因为他爱飞啊 因为他爱飞啊 他爱飞啊 没有 因为青蹄小时候 也是住在水里面的 所以这一只 然后现在他们正在活动 我就来稍微跟他聊一下说 唉,为什么我没有去抽空 但是人家说很奇怪啊 就是 你干嘛不抽空 问题是其实 淡水這個地方人口其實增加了很多 但是可能很多也沒有在戶口上面或什麼的 所以呢其實增加了很多人 但是卻沒有去增加這些比如說公立幼兒園的名額 那或許現在已經開始增加 但是在我兩個小孩在讀書的時候好多沒有 那我們就要抽公用是非常難抽 就是幾乎等於零 那我有兩個小孩 那輕說是在如果你是第二個小孩 那你到已經譬如說大班了 那他其實是可以回去公用 所以我也有一些認識的人啊 然後他們可能失利了念到大班了之後呢 就可能轉去公用去了這樣子 可是對我們來說啊 因為小朋友在一個環境之中呢 已經待了一陣子了 那你從他小班中班 認識的同學那麼久 那你突然把他大班轉去別的地方啊 那或許他會覺得不好 那我們也不喜歡環境的準備 那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年的時間啦 所以我們當然也蠻喜歡這個學校的 因為學校也辦很多活動啊 然後他們回家都會分享一下 就是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啊 那所以我們就也是會繼續讓他們在這邊施立 那當然最好啦 因為現在已經轉成準公用了 那我學費上面 也就比較不會這麼吃緊了 對 這邊的蕨類還蠻多的 現在他們在進行一些活動 然後會爬這些東西 那因為我不能找一些小朋友啊 所以就先往前走 然後看一下這些 然後他們會一關一關的過 然後一直往 剛剛是我們站的那個地方 在下面那邊是400公尺的地方 然後上面這邊就是450公尺再上去 一直走 走上去這樣子 然後這個等一下他們也會玩 然後這邊都有一些探險的一些 繩索 那等一下他們也都會來玩 那目前這邊現在的溫度呢 我覺得還蠻涼快的喔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我原本想說哇 會非常的熱 那其實不會 利用時間來看一下我們這邊啊 剛剛因為有很多小朋友我沒辦法拍的 然後這邊有些晚的 那我們剛剛是 那這邊是有其他學校的啦 不知道是哪個學校 不過沒關係 然後 我剛剛從這邊然後這樣子 一路這樣子走上來 走上來不會很遠 大概走五個 其實如果 沒有大家這麼多人走的話 大概十分鐘可以走完 然後這個山的地方啊 這個上來之後呢 玩玩玩玩 今天有一條路就是 可以往下走 就是繞一圈下去的這樣子 不是走原路這樣子 還不錯的這樣子 有個規劃 那現在因為大家 慢慢走過去 因為 有人啊 比較不方便拍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要走下去 這樣子 走了走了走了 欸 就差不多快要到了 其實很快就可以下來了 不會很累 欸 我們剛剛中午吃吃了飯 然後吃飽飯之後呢 就是 欸 他們剛剛中午的時候 呃 有辦一個小小的畢業典禮 然後呢 欸 園長啊 他有 這邊的 約制的負責人 就有說 他們這一次啊 把它轉成這個 轉公佑啊 齁 其實他們很多人都問說 啊 是不是生意不好 還是什麼 其實不是他們就是 發現說 欸 這樣大家是比較有困難 而且大家就是 怎麼講 疫情這個期間 比較容易會 呃 可能染疫了 或怎麼樣 那就變成說 不能 不能上學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整班都停課了嘛 那停課怎麼辦 啊 可是學費還是要繼續繳 可是如果不繳的話 他們也是要付給老師的薪水啊 這樣子 那 因為政府今年的這個政策還不錯 那你如果是生了一胎的話 就是 第一胎的話 對不對 那就一胎的話 那 來念有準公共幼兒園啊 我這邊是三千塊 這樣子 如果是兩胎 第二胎 然後在念 像我家弟弟有第二胎 然後他去念的話 他每個月月費大概是兩千多 那 如果像說 欸 有三胎的話 那就是一千多了 這樣子 就是其實還不錯啊 其實政府一直 有在做一點事啊 就是 盡量是 遮身於 因為台灣最近 好像也是說 今年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 這樣子 所以呢 也是鼓勵大家多生 但是我不要了 我就兩個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下去下面挖竹筍 那這也是他們的活動之一 好玩嗎 然後 一旁呢 有指導人員會教他們怎麼挖 我幫你嗎 不用 沒有你先把這個挖完 然後你教那個 來這邊 那邊有沒有小朋友沒有挖到的 來撿起來 土幫我把它蓋回去 它才會繼續長喔 土蓋回去 你自己來 要從這個位置 對 來小朋友讓開一下 因為這樣子我才知道說原來挖竹筍之後呢 還要把土開回去 不然它是不會長的 來 撿起來之後 土幫我把它蓋回來 它才會繼續長喔 他撿起來啊 然後接下來下午 他們有一連串活動 是要去摘五片葉子 摘下來一葉子呢 用水彩筆把它塗上顏色 然後轉印在 DIY的袋子上面 其實過程滿好玩的 激發小孩子的想像力 創造力 你覺得喜歡嗎 喜歡你就摘一些 摘一個 你要摘一片的還是要摘 一片 好來看一下 這個要嗎 愛心的耶 那個常常愛心的 它的梗 都那個啊 這個 好 好 那你摘一片你比較喜歡的 做一片 好 好 這邊是園區的動物區 然後啊 這是一些鵝在那邊叫 然後有一些雞啊 什麼製雞啊 這個雞 這個公雞啊 長得都蠻特別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 帶大家隨意瀏覽一下 這個裡面的環境 其實很涼快 因為它架了很多空 其實入口處這邊的一些攀爬遊戲區啊 比我們爬上山的都還要好玩 好玩嗎 而且設備上面比較新 但是因為這個園區呢 它需要 團體預約才有辦法進來 所以呢 如果大家 欸有一群人 想要團體預約 覺得好玩的話 要記得喔 如果懶得爬上去玩的話 下面這邊就已經很好玩了 好那節目就今天到這邊結束啦 歡迎大家 訂閱按讚分享 加評論 那如果你有覺得有什麼淡水有趣的一些 這邊 農場啊 觀光園區啊 DIO活動啊 也歡迎在留言區 留言告訴我喔 謝謝大家 我可以帶大家去玩玩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